周四 拜登发表声明 美国正在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 应对中国智能汽车造成的国安威胁 声明中说 中共国企图主导未来的汽车市场 包括采用不公平的做法 中共的政策可能使其汽车充斥我们的市场 给我们的国家安全带来风险 这项调查主要针对中共出口到美国的 连接网络的汽车 以防范中共利用这些汽车进行情报搜集 声明指出 这些汽车与我们的手机 导航系统 关键基础设施 以及制造这些汽车的公司相连 来自中共的联网汽车 可以收集有关我国公民和基础设施的敏感数据 并将这些数据发回中国 这些车辆可以被远程操控或瘫痪 去年5月 中共升级了对中国汽车行业数据的管控 并提议禁止中国的智能汽车 直接向国外传输数据 声明还提到 美国政府希望未来 确保汽车行业回归美国制造 此前一天 美国联邦参议员获利提案 将中国汽车的进口关税 从目前的27.5%提高到125% 该法还寻求对在墨西哥组装的中国汽车 增加100%的关税 此前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上个月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密切审查中共在汽车行业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 并审查当前的关税水平 新台人记者 赵凤华 雨薇总好报道